主料,自立油炸50克,大蒜叶100克,辅料,油4克,盐2克,豆豉,自制辣椒红油2克,自制味素2克,姜丝,干辣椒段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大蒜叶去老跟老皮洗净,切切包肠段带用,做过起油,下姜丝,豆豉,干辣椒段,自制辣椒红油炒香,下油炸翻炒2分钟, 10分钟至上海,下大蒜丁,加盐,自制味素,翻炒2分钟,下大蒜叶翻炒2分钟,几锅即可,烹饪技巧,新兰儿时很好吃,想吃天上飞的就拿几块砖头一把小米去林子里补鸟,结果每次都因为忘记时间,没写作业,都免不了老师的责备,想吃水里游的就穿着短裤林椒小皮去河里捞,结果每次是碌碌的回家, 都免不了跪搓一把,想吃地上跑的就偷偷拿支人输的猎枪去山沟里打,结果每次林子也为回家,是都免不了一顿竹酸肠肉,但是新兰仍然乐此不疲,好了伤疤忘了通,记得那时的天很蓝,水很甜,雨很多,人很纯真,那时候家里都是吃猪油,每次家里练猪油的时候, 都会有个副产品,油渣,肥肉进入火之地狱中榨干自己白血丰满的肉体,剩下的残渣却是如此的让人垂涎的,它色精华,香扑鼻,味芽松脆,完美的色意双修,让我口水直流,油渣成菜简直万能的, 做汤,小炒,包包子,五花八门,羊羊可口,用一句诗来形容,心难想到是,浓妆淡抹总香衣,油渣包子,面香扑鼻的皮,口感酥香的鲜,如此完美的情境之好,犹如拿花女爱,行云流水,让人回味无穷,油渣青菜汤,极其优美的静态晃艳,无比鲜香的醇厚口感, 正应了半句一幕将影中的绝聚,一道残王铺水中,半江色色半江红,残阳碧水,让人心旷神怡,而鲜兰最喜欢吃的是豆豉大蒜炒油渣,在鲜兰看来,这不是一道菜,那太世俗了,这是一幅印象派大师的进屋写生,苍翠的蒜叶,金黄的油渣,红叶的干辣椒,墨黑的豆豉,搭配的如此自然, 却透射着一种动人心破的美,让人不忍破坏,却无法遏制食之下肚的冲动,就像欣赏一幅明画,无需任何的赞美,一切都是多余的,你只是顺着画师的笔触去感受,直奔主题即可,一点言,无需任何调味,油渣独有的蠢香在舌尖弥散,配合着齿香,蒜香,烙香,一种能够融化灵魂的味觉感受 就将鲜蓝包围,是油物,是鸡皮,白炙友是云温觉水花系明芝,我想白老爷子一定有过入油,没有生活经历的人,绝不会用明芝二字形容杨大麦色浑身的肥肉,同时又微觉遗憾,为啥白老爷子没有留下一句永叹悠渣的千古绝唱呢? 如此觉慰,太可惜了,现在,生活质量提高了,大家在媒介的引导下,去追寻所谓养生健康,猪油淡出了厨房,临下的色拉条和枝油,高贵的橄榄黄油枝油,充斥了我们的肠胃,新兰赞同西木教授的话,猪油才是健康的,新兰对地沟油,饭是脂肪酸,清化植物油有阴影, 新兰的未抗腐蚀性也没有那么强悍,游渣,更是淡出了我们的生活,几乎被遗迹在历史的角落,满面尘埃,就连偶尔被新兰这样,的落后分子搬出来,端上餐桌,也会被炙之以敌,淹没在暴龙,暴雨的光辉之下,独自身伤,就如我们早已淡缺的记忆,就如我们曾经拥有的纯真,被抛出脑后,曾几何时? 我们长着,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,把他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,曾几何时? 我们捡到老人跌倒,或毫不犹豫地将他扶起,不曾退却,曾几何时? 我们遇到减肥,会反射性的挺上而出,不曾胆怯,曾几何时? 我们同吃一盒饭,同饮一杯酒,同抽一根烟,不曾嫌弃,这些纯真,这些勇敢, 这些机翼,在现实的大软杠里已经沉沦,已经随风而逝,连恶暗喊息的机会也不曾留下, 举弹墨,戒备,冷眼旁观,新兰只能尽球上苍,让这个世界上好人多些吧! 希望公车上给老人孕妇抱孩子的让作的人再多些,希望赶云把跌倒的老人送去的人再多些,希望捐助逝学儿童的人再多些, 主人先拦怀旧手笔,裸里巴缩,一炼制油渣,是不要炸的太干, 留少许油渣在里面口感更鲜香,要大蒜精较拿炒熟入味,应该先炒大蒜精再炒大蒜, 叶三豆吃,干辣椒,大蒜也是油渣的绝配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